共产党他们我跟你说 我今天讲完了 张志豪议员 施伟正议员 他们不会再讲这个了 不会再讲这个了 然后他换一个 马上就这个没有了 再换一个 大家都太习惯你们这种套路了 但当我知道说这个是你们修 然后你们拿你们修东西来扛我 然后来攻击我 我真的觉得你们蛮无耻的 对 我想要把我谢国良很少想要这样讲 但是真的你们这样很丢脸 很不应该啦 很变小的啦 真的 你们很丢脸 你们民进党议会党很丢脸 东岸商场争议风波没有停歇的迹象 基隆市长谢国良更是距离力争 直接开直播 跟所有市民和民众说明清楚 在这件事情上 市政府被质疑和攻击的地方 不过也因为直播过程中 市长谢国良直接批评民进党 基隆市议会党团 对议员发言的权利 那市议员监督市政府不分党派 本来就是应该应尽的职责跟义务 那我想市长应该冷静的角度来看待对这样民主的一个机制 然后冷静的回应 那我想针对议员的这个批评或是指教 应该用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跟报告 不应该有情绪性的字眼跟发言 那我想他对党团的批评我想也过于激烈的言论 我想是不应该 因为市长不仅代表个人 也代表的是基隆市 这样子公开的直播 让这个全国民众来看到基隆市的状况 我想应该用更完整的态度说明 可以让民众更清楚 那市议会议长 我们必须维护所有议员发言的权利 这是应尽的职责 那我希望市长也可以跟这个市议会的党团 来表达歉意对于这样子的发言 针对这个东岸这个旅上全国版面 我想我们会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基隆市民的权益 那现在商场的营运状况 本来就应该跟大家说明 最重要的是我会很担心我们后来 后续基隆未来各个大商场的招商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完整的说明 这也是应该市长市政府 都应该做一个充分的说明 让市民或全国人民都可以清楚 不要影响到我们基隆未来的发展 而市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其实也不仅仅是在他那边的 magazines 并不仅仅是在那边的 优优独播出品 就是在那边的